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之所以会被锦萱打伤 说明你入宫了 那我就没猜错 你这次来天启 是为了找宣妃娘娘 肖老板 你变了 开始变得直接了 你明知这是我不愿提及之事 应该装作不知道的 你不应该小看皇宫那些高手 尤其是五大剑 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 还有很多大内高手 连我都没见过 知道了 下次我会小心的 你还有下次 吴仙 你这么想见宣妃娘娘 是想当面问她一些问题 还是想带她走 她会愿意所有离开吗 她会愿意所有离开吗 皇宫之中锦衣玉室的 哪里像我们天外天 其实是一个苦寒之地 其实宣妃娘娘 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她是皇宫中的异类 从来不参加任何宴会 在宫中与其他人并无什么交集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曾经误闯过一次她的院子 她请我吃了一盒糕底 然后带着我看了一下午的天 一下午的天 她说要是能变成一只鸟该多好 这样就可以飞起来 飞过那一道道的墙 飞过那一座座的山 还可以飞到最远的南边 南边 我小的时候听不懂 在那坐了一下我就走了 一直到 狼牙王叔跟我讲她的故事 我才想起 宣妃娘娘一直想的那个地方 会不会是姑苏城外的草庐 毕竟她跟叶鼎芝 在那儿生活了很久 而且 在那儿生下了你 你是想说 其实她也是身不由己 我是想说 这些都是你的基因 你要好自为之 我所说的 都是我看到的 罢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去见她 或许是好奇 她如今过得怎么样 想亲口问一问她 可还记得有我这么个儿子 也或许 我只是想在回去之前 再看她一眼 然后她继续在北梨 做她的宣妃娘娘 我会天为天地 做我的少宗主 你还要不知道的时候 你还有不知道的时候 众生皆有烦恼啊 如果你只是想见玄妃一面 或许我能帮你 要不然这天启城中 谁还能帮你呢 果然萧老板是心疼无心的 我是希望你尽快解决你的麻烦 别到时候给我添麻烦 可我是心扉